桃園大溪有不少紀念園區和塔四 雖美到清明總會湧現一波返鄉掃墓人潮 連動待望當地小吃 而說到大溪小吃一定會想到烏豆干 這口感紮實有嚼勁 滋味獨樹一格 而這款庶民美食就是1920年代黃烏夫婦所研發 為了去除豆干中心氣孔傳承道地滋味 皇家五代人堅持成手工包製塑形 全盛時期 台灣最大的牛肉麵連鎖店 數十家分店都用皇家豆干 隨著原物料上漲 他們不願配合通路商銷價降低品質 決定要捨棄代工 專心經營自家品牌 就是要讓百年招牌正宗烏豆干 在大溪持續飄香 一大家子掃貨團剛才打包好幾代 這會兒現點卸切滷味台也動了起來 豆干白葉酥雞全是再簡單不過的家常味 淋上醬油 鋪點蔥花香菜 竟讓老客回味再三 這邊就滿有特色 它有點像鹹水的那種感覺 對 鹹水下去滷的那種感覺 像它的這種黑豆干來說就特別香 在中壢市區的話就比較少能吃到 大溪豆干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吃起來比較有咬勁 對啊 有豆味 那其他地方的豆干沒辦法相比 今天回來大溪尋根之旅 順便過來長長忌重的味道 說到大溪豆干 就不能略了這間老字號 照片中這位皇家阿祖 可是烏豆干的創始人 1920年代為了外出匠人方便保存 他把豆腐醃子風乾 意外造就獨特小吃 從此做豆干的活兒代代家傳 真正以前大溪 我們家長輩做的那個黑豆干 其實很硬 硬到那種要拿那種切人生的那種刀子 來切第三代 我爺爺之後 他其實豆干就已經做了 很多質的變化了 最重要的就是 它切開來不會有孔洞 然後它外面是黑的 裡面是白的 然後它是非常紮實 Q軟 它不是硬 做法來講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我生命中的大溪豆干 清爽豆香 在店鋪後方食品廠日日蒸騰 而清已飄至第五代 85歲逃給媽 退而不休 人領著老師傅 買手最費時的手工活 烏豆干扎實的關鍵 就在這一方棉帕包裹點涼之間 只是用單純的用機器壓 壓了之後它一定會有不平均 那手工剛好把最後的賴衣裏 把它壓實 把它裡面的氣口跟氣泡 完全消滅掉 小心 小心 累到收方攸關口感 豆腐軟嫩也不好拿捏 紙上功夫大巧若濁 不經歲月難以越舊 這個我15歲就開始包豆干 以前比較辛苦 現在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以前的工作都用手工的啊 現在有一點機器的 這腳手這麼快耶 沒有啦 妳要不要學包 太奶了 我學不會 雞台夾壓之後 立足中心水分 這烙豆干胚才算成型 白泡泡又咪咪 向漢阿嬤們比休息 休息吃他們 我很粗魯 剛剛他還罵我說 小力一點 手工好 吃很好吃 但是就是累啊 當天你還好 夏天你就知道 他們夏天做到都快點早了 做豆干要早起忍熱 岑漢撐船打鐵 並撐三大骨 長輩在後頭拼 年輕的馬敢打混 忙著磨豆煮漿過濾 零一零總總前置工序 你要時間短 火力大 讓所有的營養 在最快速的時間上流下來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把它連豆渣一起下去煮的話 它會最好喝 然後呢 之後才用棉布破滅 這些工雖是從小看到大 阿工卻沒給特權 一聲令下 要黃宇澤從打雜開始學起 每天起早拉正跟著坐 熬了三年才摸透每一環 這一步就是我們長輩在說的撞滑 它就是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用上下的模式 去讓它混合 然後呢 你要順著它 你時而要順它 時而要擋它 不然的話它一直旋轉 一直旋轉 它凝固了 它又把它打散 我剛學的時候 早上常常被爺爺抓起來打 因為做壞掉 豆漿中的蛋白經過鹽乳作用 凝固出宛如鏡面質感 又為何加薪攪成豆腐腦 酸鹼分離之後 一桶桶灌入模具 壓成嫩豆腐 我這邊太軟 它那邊就要壓多一點 我這邊太硬 它那邊就要壓少一點 我跟它配合 它再跟後面配合 後面再跟最後面配合 大家都很重要 才可以成就一塊 小小塊的豆干 500公斤黃豆 從豆漿豆花豆腐 最終端上桌 包成6000多片豆干 說穿了是反覆的破壞重組 人力成本高 產能利潤自然拼不過 全然的自動化量產 但深藏舌尖的味蕾記憶 牽引著黃家仁 戀戀不捨傳統工序 長輩說你要用做給家仁吃的 那個心湯 去做你好賠一份的豆胖 我不敢說有什麼死面 這個太偉大了 但是我很真切地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 做工不便 大手柄深等設備 起員工省力 也讓火候品質更穩 你直接放一下就好 但它的上色才會均勻 對 因為它是重疊的 外面會黑白 白黑在天然焦糖中 浸泡30分鐘 起鍋後 就是市面罕見的紅豆干 入口滑潤 有清爽豆香 至於無豆干 這兒叫做小黑 要等冷藏收水之後 倒入專門鍋具再次下爐 慢慢的高溫蒸煮 帶八角回香 靜止滷味 其實下鍋是讓它 可以讓它縮水一點 因為豆腐裡面水分滿多的 這個是滷二 起來是滷二 它還很軟 所以還要在冰箱 在冰箱裡面精緻一下這樣 然後滷了第三次之後會比較硬 要有QQQ的 吃起來口感就不一樣了 一片十多塊的烏豆干 從烏到有得花四天 貴不貴兩說 至少賣的人坦然 我們賺我們合理的錢 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反而會覺得說 我的員工或者是我的同事們 肚子餓了 自己搖豆漿 偷喝豆漿 自己偷吃豆腐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一個點點 那個比誰跟你說 它多衛生 多好吃 那個都還來得實在 大型烏豆干走過百年歷史 其中價值正存乎於 這純粹滋味